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美国赌场知道中国人喜欢赌博 于是给在美国没时的中国老太太一人25美元 邀请去赌场玩 结果中国老太太拿了25美元 在赌场转一圈 不完回家了 有人一天还去两趟 不完也能赚50美元 赚不到钱 赌场不得已 改了规则 25美元不发现金 而是存在卡里 结果老太太们也来赌场赚了就继续赌 只要输的卡里的钱没了就走人 这样赌场还是赚不到钱 于是又改规则 中国老太太必须赌够150美金以上 才能领取25美元 老太太们一商量两人分一赌 玩压大压小 一人压大 另一人就压小 老太太一赢一输对冲了 挖够两个150美元的点数 就收手 然后两人去前台 各领25美金回家 最后赌场 再也不拉老太太们来赌国了 这就是既聪明又理性的中国老太太 在国内不能不服 在国外也不得不服 美国人不局 中国人破局 美国人定规矩 中国人就破规矩 格局中曾说过 做事的人 遇到做人的人必死 做人的人 遇到做局的人必死 做局的人 遇到会破局的人必死 如果不想让自己被别人掌握 那就努力提升思维格局 你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 每日更新